印度作为亚洲的一个大国 这些年却不断地与美国亲近 让许多网友都十分不解 但抛开这一面不说 这些年 印度将所有的精力 全部放在了军事方面 因此在军事技术方面 也许得了很大的进步 与美国的关系似乎也越来越好 但自从美国单方面向世界发起贸易战之后 美印双方的关系就开始变得微妙了起来 据参考消息6日报道 趁当地时间4日 印度政府正式表示 因为美国拒绝对印度豁免关税 印度在6月份曾经表示 要在8月4日开始 对美国出口印度的一些商品提高征收的关税 而提高的这些关税将在9月18日的时候正式生效 以便降低因为美国征收关税 而给印度带来的经济贸易损失 印度的这一表态 让欧盟国家都感到不可思议 大家知道 因为贸易战问题 欧盟国家与美国几乎已经处在翻脸的边缘 但美国却突然收手 提出了与欧盟国家 进行互相赢关税的方式合作 从而暂时地避免了分崩离析 但因为伊朗和协议问题 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裂系 并没有完全被改善 而印度却率先地给美国上了一颗螺丝钉 让欧盟国家都有些怯怯欲试 欧盟国家与美国几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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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